為在北中區旁的台鐵鐵機落機 因為這處洪台做大水被沖海去 直至加以南前到台南後面無法通行 在台鐵港電林原不斷的春秋節下 現在終算是個一段落 因此行政議長佐隆太 會保存往台鐵後面車站 聽出跟不懂了解時間進行 因為我們這個鐵軌是無縫 無縫的鐵軌 它一段鐵軌的長度沒有接縫 大概有將近三公里 所以就會懸在這裡 我們如果把它切斷還要焊接會更麻煩 所以就是直接用鋼板裝回填 這個鐵軌留著 用填集配的方式 所以剛開始因為鐵軌在上面 沒有辦法完全的夯使 所以變成是車子到這裡要先慢行 等它比較穩定 我們後面還會再繼續的補這個集配 第一次不斷線是再來南北重要的交通動線 我們前到後面一天不分路基勞室 造成民眾通勤上下班 以及處遊不便 所以第一次採取公路接報應變出事來營營 你經過這段時間的衝襲 總算選佈買在八位離合會後通車 那這一段是地方上大家生活上通勤上必須的一段道路 從嘉義的南境到我們台南的後壁 那最近這幾天都是用遊覽車在接駁 應該是大家生活上非常的不便 那台鐵紅人能夠早一天把它完成起來 對地方來講我覺得也應該是一件大家值得鼓勵跟肯定的事情 雖然八位離合細部感染在民眾通車 但因為安全客人 七幾天在車經過這個路段 將會減速到洗手30公里以下 然後再看進行進行調整 南臺新聞電子三點英雄後面哭 彩鳳報的 竿子三點封